花蓮富里羅山社區,在有機農業還不盛行的年代 就已身為台灣第一座有機師範村而名為俠爾 當時,羅山不僅成為全國第一處農村土地重劃區 也匯集了大量的工部門資源 從步道、糧亭、針溝 甚至還有一處五星級的免費露營區 那使得羅山極其風光,遊客也絡意不絕 但十多年來,友善土地及有機耕作逐漸成為鮮學 有機村早已不再一直獨秀 當羅山的光環消散後,工部門的資源也逐漸抽離 人們的焦點,開始轉移到鄰近的六十淡山、池上、陸野等地 而羅山也從媒體的寵兒慢慢地沉寂了下來 這段時間的沉澱 讓羅山的居民重新思考了社區發展的方向 幸運的是,由於羅山完整的地理條件與豐富的生態體系 以及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耕作方式 正好與近年來各國大力提倡的李山倡議不謀而合 因此,羅山社區與富里香農會一同合作 在2018年5月正式加入了李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自此也為羅山社區定下了一個新的方向 我們一直希望說,我們羅山未來不只是只有農業 希望把農業原來的精神還有它的做法再把它提升 所以我們羅山社區就導入了所謂的李山倡議 李山倡議的目的是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 與資源永續利用之間的平衡 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出一個讓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式 因為我們社區竹林面積非常的大 有五六十公頃 那它就批分斷坎 就在保持這三四年一直都有竹林坎 它就是一種循環的 在我們做李山倡議的時候 我們也將我們的竹林跟工研院互相來合作 我們去做書法的工作 讓我們的竹子整個竹林的產業能夠慢慢的復甦 我們目前是跟我們的工研院合作了一個竹炭的一個工法 這些不需要有任何的燃料 然後它就可以燒成我們的竹炭 那在蒐集竹炭之後 我們的竹炭也可以回歸到我們的道點 作為我們的土壤改良劑 還有蒐集我們的竹炭液 能夠作為我們羅山村的一個生物防治劑 竹炭的這個部分我們需要有冷卻的這個水 所以我們就引進了羅山村一個不熱的溫泉水 經為這個水來冷卻我們的機器 但是因為這個加溫的作用的話 我們將我們這個不熱的溫泉水 導入到我們羅山的露營區 能夠讓我們的遊客來到我們的羅山村 可以泡泡腳洗洗溫泉 這也是一個有效的一個資源循環利用 除了燒製竹炭 竹子也是製作竹林的重要材料 在羅山 斗利曾經是家家戶戶都會的記憶 在農賢時製作斗利以貼補家用 也是當時普遍的家庭副業 近年來 在社區發展協會的規劃下 羅山也企圖重新附贈這項傳統工藝 要實踐里山的目標 單靠社區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羅山社區也與林務局合作 成立巡守隊以保護森林 或是與眾管處合作的林地再造 將外來種侵入的雜林、檳榔園移除 重新種植具經濟或觀賞效益的樹種 同時 成立羅山社區小鋪 試著用社區合作社的形式 以產地銷售的概念減少碳主機的排放 在生活上 鼓吹居民減碩節能的概念 在每個月辦理的社區活動中 已經減少看到免洗餐區的使用 一切的一切 都是希望能讓這塊土地 成為永續的家園 除了將李山倡議帶入社區 居民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 對這片土地有更深的連結 因此 羅山也成立了社區小學堂 除了孩子的課後輔導 更與林務局合作開設課程 將永續發展的概念傳承下去 同時 也鼓勵社區青年參與公共事務 透過共同的目標 一起為羅山的未來吸收努力 有山有水有景觀 有非常豐富的一個地景地貌 還有我們有非常豐富的人文 這些都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所以羅山村是一個目前為止 我覺得全國最適合居住的一個環境 這段時間的努力 不僅讓居民的想法有了改變 在李山的藍圖之下 也吸引不少喜愛這塊土地的新移民 這之中 有關心社區事務的學生 從事自然農法的農夫 以有機牧羊的機農 或是替孩子克服的老師 無論什麼職業 都試圖用自己的力量為羅山做些什麼 而唯一不變的 就是希望這塊土地能變得更好 讓羅山不只是農業上的有機 更是一個讓山林、河川、村落 可以和諧相處 永續共存的農村 謝謝觀看